天氣開始炎熱了 如果沒有補充足夠的水份 很容易出現中暑的情況 今天我們邀請到陳翠平中醫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中醫的角度如何為止中暑 以及我們夏天可以怎樣消暑 其實中醫 你知道我們現在夏天越來越熱 中醫其實對於中暑來說 我們都有一些分類 我們一個叫陽暑 一個叫陰暑 有些經常在室外工作的朋友 可能在烈日當空之下 其實他們很容易吸了很多暑氣 甚至乎他們很不舒服 體溫會很高 甚至乎他們有分缺的情況 這些比較嚴重的我們叫陽暑 有一類你也試過的叫陰暑 陰暑是因為夏天太熱 雖然夏天熱 但大家最喜歡什麼就是炭冷氣 其實形式有點像 陰暑有點像我們所謂的 空調病 空調綜合症 就是說你外面那邊 那邊炭完太陽 那邊又炭冷氣 吃一些山冷東西 吃冰 喝一些寒涼 然後你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外面很熱 裡面很寒涼 好像個人不知怎樣 好像熱又出不來 寒又或者甚至皮胃會不好 那麼我們夏天就建議你們 少點吃肥 因為肥膩就會令到人很不舒服 熱氣也是 因為熱氣也會令到皮胃有點熱 那包括和生冷東西 因為夏天真的熱到飛氣 可能有些女士或者妹妹 就會說我少少少冰 那還要喝一杯暖和室溫 就是好過少少冰 還有適量運動 但我們都不建議在大熱天時室外做太多運動 適量就可以了 還有盡量不要站在風口底下 還有進入冷氣地方 一暑熱一入 你看到有時長者就是最聰明 長者通常會塗少少油在人中 出入就好些了 至於你說 我們一般不會塗藥油在鼻子 你就可以閉一閉氣 即是一出一入 推門那一刻 就自己留意一下 就不要說少一攝 還有隨身 最好帶鼻是一個小外套 一條小披肩 你變成一入去的時候 你會流汗 那就不要攝傷 這些預防我們都覺得很好 例如湯水方面 首先我會介紹薑棗茶 雖然剛才我們說 不要吃那麼多生懶食 冷飲 其實更加應該喝一些暖飲 就是薑棗茶 薑棗茶裡面的成分只有兩樣 一個就是生薑蓮皮 一個就是紅棗 如果你說 紅棗媽媽說我喝了熱氣 你可以轉的 轉做藍棗也可以 藍棗會比較保而不燥 但你說我喝得紅棗就可以照喝紅棗 夏天盡量多喝些薑棗茶 對女性都有一個好處 另外還有一個湯水可以介紹 只有三種豆 我們叫三豆湯 三豆湯裡面是哪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赤小豆 赤小豆大家都知道可以淋水 夏天剛才提到皮胃比較濕 另外還有綠豆 綠豆是清熱解毒 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有時候 我只喝綠豆行不行 綠豆有些朋友喝了比較涼 所以就把赤小豆放進去 又可以淋水又可以清熱解毒 所以這三豆湯很出名 最好是什麼時候喝呢 就是在夏天最熱的三伏天裡 有三蜜最熱 這個頭尾時間喝三豆湯 對身體有一個清熱解毒 又可以補腎氣 還可以利濕的作用 還有一個我們叫淮山蓮子老鴨湯 其實材料當然一定要有老鴨 除了老鴨之外 還可以加一些淮山、蓮子、石核、耳仁、陳皮、蜜棗和山薑 這些材料最大功效是什麼呢 譬如淮山可以健皮 大家都知道可以補腎氣 耳仁即是耳米 耳米其實有少少利水的作用 夏天都用得很多 石核對養胃陰其實很好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本身鴨已經是滋陰 再加上石核的話 這個湯喝下去 你會覺得人很舒服、很涼快 另外就是蜜棗、蓮子、陳皮 可以補料、理氣和調味